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临门两脚 电光言笑 两脚定江山 洛杉矶电光队在上半场第二节距离中场还有9分钟9秒时 以一次38马远的射门首开记录 将比分由0比10推进超前到3比0 然后电光队再接再厉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44秒时 又运用另一次38马远的攻门得分造成赛事定格 地主球队因此以6分的差距爆弹而回 苦吞本季第十场失利 现年25岁 身高6尺60的加州洛杉矶电光队队四分位赫伯特 Justin Patrick Herbert 12月3日午后1时2分开始 率队在美东麻州波士顿附近的吉利球场 Gilat Stadium64,628名球迷关注之下 以6比0完全封锁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在美国职业美式足球大联盟NFL美国联会西区小组 例行赛季战绩5胜7负 获胜率41.7% 代表大联盟美国联会东区小组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战绩是2胜10负 获胜率16.7% 无奈在小组店里 这是赫伯特由奥勒冈大学转战职业美式足球联赛之后 第61次出场作战也是第12次以先发身份参加 电光队成军已经有64年 历来累积有过一次角逐大联盟年度总冠军荣贤 然而至今还没有成功地捧回超级杯 最近的10个例行球技只有三次晋级季后赛 爱国者队此一共有31分钟10秒掌握球权 可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挂零 电光队则是于上半场以6比0暂时领先 电光队和爱国者队互相较量 始自1964年1月5日起 历年在例行赛和季后赛交战过45次 爱国者队的战绩是27胜16败两合 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于2019年1月13日 电光队是以28比41败北 彭广阳 2023年12月3日 警政コンデ 2024年12月3日 10今年一个等位置 中国人好赛ご lucky 何准备 阪校外 今天示范